一 左手抓握握拳 先松成左手握拳以后 向左上方连起 两拳向左上方画弧 同时收右腿提膝 一 二 松过 螺旋向下 同时正脚斜前开步 两手中间成左 螺旋向下 至右膝两侧 放松下来 调整好 合住这以后 从右向左移重心 转腰 横向 八力打出 松落下来 移重心 转发力 向左转发力的时候 右臂 千万不要把肩肘架起来 依然保持着 松成的状态 靠腰转 蹬腿 转腰向 侧面 向左 微向后 打出去 另一侧 右脚尖 扣右脚 回重心 同时呢 两拳向右上方 螺旋捧起 提左腿 指标 打开以后 右脚一扣 往右移重心 向右上方 横起 提左腿 松落 正脚开步 落于 左膝 两侧 沉下去 再左腿两侧 螺旋 螺旋 沉落下来 同样 向右移重心 转腰发放出去 腰转 横向 打出 好 来 我们再来 看一遍 从严手 攻拳 一 向左上 二 松落 正脚开步 重心在右 三 移重心 转腰 放出去 重心在左腿 扣右脚 松左宽 向右移重心 向右上 领起 踢左腿 正脚开步 螺旋 落下 移重心 发放出去 左右 全 泡 垂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在转的过程中 向上 向下 都随着腰转 两拳是 螺旋 螺旋走出去的 包括这边 也是 螺旋向上 向下 沉 向右脚 不要直来直去的 直接上下 一定要 空沉 同样的 像我们手掌一样 走出这个禅思境 握着拳 也是一样的 随着腰转 螺旋下来 好 下面呢 来 先跟着 我们把动作 一起来练习两边 来 大家跟着一起坐 从严手 弓拳 打出去 一 松沉 左手握拳 左腿 掌握好重心了 向上 领起 提膝 右拳 基本上就保持在这个中线 在身体中线部位 向左侧捧开 松沉 正脚 斜前 开步 移重心 转出去 扣右脚 松左 向右 移重心 收左腿提膝 向右侧捧开 正左脚 落下来 向右斜前方 开右步 移重心 腰转发 好 严手弓拳 直接扣左脚 收回来 提膝 正脚 开步 移重心 打出去 好 拳炮锤 开梅 和严手工权 赶快